成千上萬的中國高中生 都把目光投向美國 希望可以到美國接受大學教育 目前美國境內的大學 有超過25萬的中國學生就讀 對於正在申請 美國大學的中國高中生來說 除了美國的教育質量之外 還有其他原因 吸引著他們前來美國的高校就讀 出道美國的中國學生 總會經歷一些文化震盪 有網友在網路上 用會寫小短片的方式 來幫助在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們 了解當地文化 平穩度過文化震盪期 不過 美中文化的巨大差異 恰恰是吸引中國高中生 申請美國高校的一個原因 中國高中生們因為各種不同原因 想到美國大學就讀 我願意去一名民藝術學院 因為我喜歡他們的 非常親密的社會 和不同的 我喜歡一些學生提供的開放 因為我能夠嘗試很多教育 我喜歡白鴻學院 因為我認為 它是一個最開心的學校 中國留學生是美國高校裡 人數最多的外國學生群體 在2007年 中國赴美國留學的人數 不足7萬人 到2013至2014學年 這個數字已經快速增長到27萬人 中國國內近年興起的 希望年輕人到西方留學後回國 用支持縮小中國 與發達國家差距的風氣 也是推動留學人口 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國留學費用不費 除了學費 一些幫忙代理 申請學校的留學服務機構 收費高昂 且不會對學生保證能夠被錄取 不過不少中國家長 還是覺得出國留學物有所值